读书真的没用吗 那些说读书没用的家长和孩子 真该好好看看这部纪录片 95后的杨鹏初中辍学就进了电子厂 一干就是好几年 在这职工来去如流水的流水线上 杨鹏算得上老师傅 此时的他正在用翘刀处理音响 结果一个不小心割伤了手指 当场血流不止可杨鹏没有丝毫惊讶 淡定的起身前往管理室 用酒精简单消毒 贴上创可贴后就返回宫位 这样的意外数不胜数杨鹏已经麻木 相比于喊疼他更想得到那每个月300的全情 杨鹏刚进电子厂时 因为什么都不懂被老员工忽悠到最累的岗位上 就在1516年的时候 90后已经成为这些厂歌厂妹的主 每天早上起床7点5时开早会 黄眼望去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麻木 早会过后就是枯燥无味的流水线工作 所有人上厕所必须控制在10分钟里 除了吃饭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半 就当大家以为松了一口气时 组长的一句话让大家瞬间躁动起来 今天晚上全体加班4个小时 别迟到好吧 组长没有任何铺垫 加班的命令不容置疑 大家虽然有怨言但都不敢明说 因为常理只注重业绩 从不关心大家的身心健康 晚会结束后大家排着长队打下班卡 18 9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可设置组看到只有些许油腥的白菜和辣椒 是不禁傻眼了 他们吃得很快没有时间讨论饭菜的咸蛋 因为晚餐时间快要结束了 很快他们再次回到流水线 这里制作的电子设备会销往全球各地 为了支撑庞大的订单需求 电子厂只有不断压榨他们的劳动力 如此重压下有些90后想过反抗 但因为没有知识和技术傍盛 兜兜转转一圈后大多都回到了电子厂 97年的厂妹杨玉京就是这样了 去年的她因为受不了电子厂的生活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可不到两个月别无他法的小杨再次回到了电子厂 如今已经干了大半年了 每天的工作都是焊接电路板 因为没有防护工具 无论是电路板上刺人的棱角还是电焊枪烫人的高温 小杨都只能忍着 手上一直缠着纱布 可尽管如此依旧没有磨灭她的童真 一到下班时间那天真无邪的笑容就会展露出来 毕竟她还只是个孩子 眼看着要过年了 小杨笑得越发高兴 因为她已经将东西分批打包准备寄回老家 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尽管她不知道辞职后自己还能干什么 不同于其他女工小杨从不买化妆品和新衣服 钱都寄给父母了 所以行李很少 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小杨早早就辍学了 而进场后所有的工资都寄给了家里 为的就是能给家里盖个房子 小杨没有回答因为她根本不敢去想象这个问题 自己拼死拼活工作到现在 只挣到盖房子的九牛一毛 那庞大的金额压的她喘不过气 像小杨这样迫于无奈的孩子数不胜数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很早就辍学了 读书和不读书的人 社会地位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这个女孩子从辍学后 无时无刻不思念学校 离开学校什么都没有 小杨初中辍学就进了电子厂 现在和厂哥杨鹏在谈恋爱 杨鹏原本谈了一个女朋友 眼看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谁知对方父母得知杨鹏是在电子厂厂里上班 急忙以太远为借口拒绝这种婚事 小杨刚来的时候常常出错 是杨鹏帮他兜底 帮他解围 未经世事的小杨很快爱上了杨鹏 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小杨初中的时候因为喜欢画画 想着反正数学学不懂索性彻底放弃 将时间用到画画上 可到初三的时候小杨猛然间发现 自己数学怎么考都考不及格 成绩一度成为垫底 自己的画画也没有学习 这无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唠叨 小杨无奈只有选择读中专 上了没两节课就因为不喜欢选择辍学 本以为出社会后能凭着自己的爱好做事 谁知社会这么残酷 曾经一窍不通的电子产品 现在被逼着学会 曾经向往自由的他被逼着坐在流水线前 曾经最爱的画本被他放在角落吃灰 这就是生活 虽然同处一个电子厂 但对未来两人却有着不同的谈论 杨鹏因为常年待在流水线 对未来充满迷茫 微博的工资根本无法扛起家庭的重用 杨鹏明白这些但从未想过改变 小师则一直在寻找出去的机会 90年后的小金辍学后不知道干嘛 跟着老乡去工地干活 虽然一个月能挣5000多 但是太累了小金吃不消 最终选择进场 家里爸妈也没有工作 只希望小金能有一个稳定离家境的工作 电子厂的生活虽然没有工地类 却十分的枯燥无味 电子厂旁的台球厅是她唯一的消遣 小金住在破烂的出租屋内 房间简陋除了两张床外 看不到任何的电气 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小金最爱的玩具是这个还没手掌大的无人机 调整好机翼后无人机在室内起飞 可飞不了多久就会重重地撞在天花板上 当问到她为什么不拿出去飞时 小金回答道风太大了 是啊 这个无人机就像他们的人生一般 待在电子厂里未来的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头 可出去后外面的风太大了 他们根本无法站住脚步 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不停地徘徊 无数次起飞 无数次陨落 除此之外小金最爱看网络小说 每当废才主角逆袭成为人生赢家后 他们仿佛将自己带入进去了 那种成就感喜悦感无以言表 他最爱的小说是完美世界 或许他也希望现实就是完美世界 小金在这里面只能算中规中矩 下面这对遗族兄弟的想法 让人感到危险还有无奈 你觉得学习好还是进场好 感觉真的太好了 这里的时候又有人教又要好玩 又有钱吧 这个遗族小伙每当谈到学习时就满脸愁容 可谈到进场时满脸兴奋 他是属于三合大神一类 没钱的时候就进场打一两个月的工 有钱了就辞职在外潇洒 直到身无分文后再次进场 小林从14岁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 两人都是小孩子星星 秉承着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想法 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 年关将至年会开始前 族长反复强调大家保持纪律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些不安分的人 在年会上必须要给合作商一个良好的印象 可尽管千叮万主年会上依旧出了问题 因为一点小摩擦场歌闹得不可开叫 怎么都劝不住 最后老板都被惊动了 亲自出面安抚才将人送走 年会上放眼望去全部是稚嫩的脸庞 十七八岁的年纪本该在课堂上奋笔记书 拥抱知识的海洋 却不想早早就开始体验社会的残酷 老话说的好吃不了读书的苦 就吃社会的苦 此片名叫十八岁的刘水贤 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片导演系的研究生 拍摄时导演刚入学艺学期 同时与网传的跟踪拍摄了三年的时间不同 纪录片导演表示此片只拍摄了一个星期左右 加上剪辑最多花了一个月 但无论花费时间多少 他让我们看到了90后这个群体 本人也是90后也进过电子厂 毫不避讳地说我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了 收拾铺盖卷回了家 但我是被大学录取后采取的 只是一个过度 电子厂的年轻人 绝大部分都是小学初中的学历 纪录片让我们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 虽然知识不能直接为我们带来财富 但却是如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敲门砖 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能有所感悟 不要做那个只在室内徘徊的小机机 要尝试走出房间打破枷锁 崭新的未来等着你